Hi YouTube 今年是2018年的第一天 祝大家新年進步 願望成真 當然這個願望就以你自己最高的個人利益 最高的線進行 新年最好第一天就抽牌 我這副就是一個叫 Roger Terra 是領航者塔羅 它是一副很漂亮的一副牌 為何會用這副牌 其實牌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讓我們知道很多想知道的事情 更多提醒我們 譬如每一天可以抽一張牌去提示我們 究竟我們今天會做些什麼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每天抽牌 就是我們設定一個微行動 而這個微行動的話就是我們每天抽牌 我們在裏面學習一些課題去學習 然後最重要的是做一個行動 當你肯做一個行動的時間 慢慢每天做些些 每天做些些 你會發現你開始的人生是轉變了的 那麼抽牌其實相當之好 對於每一天 我亦都幾建議大家可以每天抽符牌 就算你不太懂得玩牌都不要緊 可以去選一副自己有感覺的 喜歡的 無論是一些神譽卡 即是Oracle卡 也好 Tero卡也好 你每天抽一張在裏面當中 學習一些課題 是一些正向的課題 因為這張牌都不一定你需要去兩極化 一定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只要你在你當中 學習到一個課題 對你的人生有幫助和利益 這樣就好 好 那我就做了 好 那這張牌呢 就是太陽 這張牌就象徵於生命 生命力 行動力 你看個顏色就會感覺到很有朝氣 很有活力 很積極 這是一個年輕的法勞王 叫做圖坦卡末 他特別是動日清醒 而且他在高度的覺察之中 所以是很有能量 很有力量 也很有影響力 可以散發你的光芒 去喚醒其他人 在卡裡面 你看到有金錢 還有很漂亮的關係 這張牌是一個非常之 有力量的牌 去講我們今個禮拜 我們今個禮拜 我們今個禮拜 就會相當有朝氣 有力量 有金錢 還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在裡面 我們就要透過這張牌 這張圖卡 你在圖卡當中 去選一個 物件 然後你就去想像一下 觀想一下 我今個禮拜 究竟要做什麼行動 我今個禮拜的微行動 就像太陽一樣 將自己擴散 放射出去 每個禮拜都會拍到七條片 這個也是我的 第一是微行動 第二是一個目標 希望將自己擴散 將自己懂得的東西 分享出去 告訴其他人 這樣 好 所以 這個就是我微行動 你也可以透過這張圖卡 你看到這張圖卡 選擇一個選擇 選擇自己的想法 想出來 今個禮拜做什麼行動 甚至乎 你不去天氣津牌 去看看 我應該做什麼行動 去慢慢轉變轉變轉變 從而在你的人生當中有不同 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你Like 和Subscribe我頻道 謝謝